什么双城之战都完事了 这第四集我都没看完呢 不说别的 就前三集这抱抱 看得我是浑身难受 他总共啊就办了那么几件事 结果每次办的多少都欠考虑 尤其是最后一件 那不是欠考虑 那是欠 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第一件事 抱抱跟位盗窃劫子实验室 你说拿啥不好 没得拿凯克斯宝石 怎么的 你也知道最近办价 想去换点皮膚 拿就算了 关键你还没拿住 把人楼给炸了 楼塌了不算 自己人遭到通缉 还连累了人无辜的劫子 你知道他有多累吗 这第二件事啊 就是他们跑路过程中 中途被截胡那段 你说这抱抱当时都差点跑掉了 结果自己非得看一眼 暴露自己 完事面对一个小弟 还把东西扔到了湖里 咱说你扔了 俩人都捞不到 还不如给别人呢 而且你姐那边都打赢了 还怕这一个小弟 第三件事 也是他做的最离谱的一件 未带着人去救饭的儿 就是没带抱抱去 咱说那是怕他有危险吗 那是怕他危险 结果呢 这抱抱是浑身难受 最后还是偷门去了 为他们都快逃出来了 结果抱抱的一手 海克斯自制发条炸弹 干个队友 先手秒了两个 半点也没了 这你说真不怪魏不要你了 要是我 我也改名叫金克斯 恭喜你答对了 UDI真的要付出了 没错 根据多方爆料 永远的神 准备回来打比赛了 众所周知 之前的小破绽大手一挥 埋断了三年的世界赛独家版权 而他们自己啊 也有自己的战队BLG 但是多少有点 差点意思 所以为了进世界赛 为了拿下S12 BLG选择启动超能力 开始组建银河战舰 下路方面 BLG直接减糊放PLUS 拿下原PCS赛区的选手 Dog 也是人们口中的天才ADC 最主要的是啊 这位天才小将 将会在新赛季 和一位传奇AD选手进行轮换 正式已经退役的UDI 那UDI凭什么这么好请呢 哎 BLG很聪明 他们先手在转位期 签下了一位辅助 这个辅助啊 就是一代狗飞小明 这个就叫专业 中单这一块 暂定的目标是 抽位许秀和左手 但前两个基本都确定了 誓死捍卫LCK荣光 所以BLG极大可能 已经选择了左手 外网上左手的信息 甚至都已经换上了 别问我为啥不请魔王 魔王今年确实想走 但是啊 T1今年给开的 也确实够意思 哎呀 哎呀 宁皮宁皮 打野方面 除了老打野葳葳 据说还准备签下小天 不得不说 确实财大气粗 东上所述 目前银河战舰的阵容 大概就是这样 选手阵容 接近天花板 堪比当年的OMG